大家晚上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咱们重点点评像干风里叶、华智科技、中矿资源、国光电器、西藏通投三枚股份、永新材料、蔚蓝理新等 那么重点围绕着锂电池方向进行解读 谁有望成为锂电池方向的新龙头 以及今天锂电池板块出现涨停潮 高潮之后是分化还是如何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锂电池板块指数 好 首先是今天的行情其实主要是看两大方向 一个方向是科技 那么科技里面的话以半导体为核心 然后像半导体5G远器件华为 好 是一个全面复苏的一天 其次的话就属于像华为汽车方向 列入像锂电池、汽车电子、胎压检测、充电桩、无人驾驶等等 它是以这两个方向作为核心 好 然后做工的方向的话像有色资源类的 列入像有色、吸血资源、吸图、煤炭 那么不足之处像今天表现偏弱的还是属于像金融方向 表达的比较弱势 好 那么咱们重点来看一下锂电池 那么像锂电池板块指数的话 今天是给出了一个新高 而且放量光头光脚的这样的阳线 它是一种强势特征 那么但是像锂电池板块今天从板块的视角来看的话 它是涨停板最为其中的一个方向 那么锂电池板块今天上野站的涨停潮 锂电池、能源池 好 那么锂电池涨停潮过之后 它是典型的高潮的一天 那么高潮过之后以经验的角度来讲 高潮之后呢 多半会面临分化 或者说呢 面临这样的一个淘汰赛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看呢 首先从指数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 当前用什么的维度去看呢 用均线 比如三线操盘的一个视角 三线操盘的一个视角的话 那么当前的根中维度呢 首先接下来 它只要说能够保持住 沿着武军向上爬升 那么呢 量能保持住温和 都视为一种健康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来看 好 只要说呢 它保持在量能属于温和的一种状态 价格的话呢 稳在武军之上 好 这是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短 武军的一个作用呢 咱们前面在三线操盘系统当中 三线呢 指的是武军 13天均线和144天均线 那么武军的作用呢 是强弱 就是短期强弱看武军 那么强 所有的强上呢 必然是沿着武军向上爬升 所有的强势下跌 也是沿着武军向下跌 好 只要说呢 它能够维持在武军之上 沿着武军向下爬升温和方量 这都属于健康的一种状态 好 那么13天均线的作用呢 它是属于波段的一个参考 那么这段当中 只要说始终不破13天均线 都可以作为波段 还是属于 就是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还属于延续的 好 如果破了 13天均线反仇站不上来 那么就要高度防范 好 如果说破了 立马及时的又能够重新回上 回升上来 能够重新沾上13天均线 沾上武军上方 那么五十三一百 是真眼多多排的一种状态 那么它的一个是属于趋势的一个延续 好 这是从指数的一个角度来讲 先坚持武军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量能而言 今天呢 是带属于明显的方量 然后光头光脚的阳线 但是呢 出现这样的涨停潮过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明天 大概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忧伤心 或者是上演这样的一个淘汰赛 就说呢 高潮之后呢 往往往半水分化 而且呢 在市场当中有这么一句 谚语的呢 高潮中出风险 恐慌中出机会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个股去看 好 结合个股的话呢 对应了像离电池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成演这样的涨停潮 涨停潮里面的话呢 对应的 首先我们先看 4加20厘米的个股 这20厘米的个股的话呢 像95高科 因为它的一个主营业务是什么呢 它的主营业务是 像摩集成技术整体解决方案 好 就是说它和真正的和离电池方向的话呢 就是密切度不是特别的 相关性不是特别特别的强 只不过呢 它是底下刺新的一个因素 然而当前呢 是属于中期的平台突破 只不过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一旦不能持有连板 就会面临偏离武军 好 这是95高科 然后再往下呢 像华智科技 那么华智科技 这一次个股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重脸跟踪的对线 咱们前面也有过进行点评 好 那么对于华智科技的话呢 首先从长周期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前面的走法呢 是属于平台的15元上下 属于一个平台 那么除了长中期的平台的一个突破 突破之后呢 回踩条件 然后呢 再进行向上 那么当前是属于20厘米当中 当前呢 是属于这样的2年版的股票 那么我们看它的主任业务 它的主任业务的话呢 对应的是属于 好 一个是水处理整体解决方案 然后呢 像锂电池智能装备 所以说呢 它是属于锂电池方向 同时的话呢 又属于这样的一个像能源池方向 以及呢 好 那么甚至里面的话呢 像 像这样的一个水利水电 好 这是华智科技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经营分析 人的财务分析里面呢 它是在20 就是它在2021年的一季度呢 它是属于归属母公司 经利润 其实一基本面的一般 经理润是334万 经理增长的123% 好 只不过呢 像华智科技呢 当前的一个做法呢 已经成为这样的二连板的股票 二连板的股票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从技术的一个表达 从7Y4的位置 做一个观察点的话呢 它是一个30分钟级别 中枢 好 像这离开段 离开段之后呢 它是属于 想想回事 不破 给出300 然后再进走前 当今延续当中 好 这是华智科技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的一个跟踪视角 是属于 小平台突破 然后呢 前面咱们也讲到了 再往上的话呢 也到了一个成压区 一个是景象位 一个是前高 好 那么在这个界点的话呢 对后面对应的 如果说 它不能晋级涨停 那么必然会面临冲高回落 而且的话呢 像这类狗 它短周期来讲 是属于经济翻倍的 从10块多前 到21块6 就算已经是短期翻了一倍 前面的话呢 两连板 然后呢 回次强势股反包 又给两连板 20厘米的个股的话呢 那么它 短周期来讲 已经翻倍 好 滑指科技 那么现在这里 都在结合 冲马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 好 下方 10到13元的位置呢 冲马的形状还在 但是呢 它已经有明显的减少 好 当前的话呢 是形成上涨 典型的上涨多分 上涨多分的话呢 列数像 16 17 18 20 好 对应的是冲马分 那么冲马分当前的 获利比例100% 也算它并没有 并没有所谓的套牢盘 那么这里 一个是惯性往上 但是呢 不意不建议盲目去追 但是呢 像这类个股后面呢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 回刺 那么从 多个维度去观察 第一个维度的话呢 好 一个是从7块4 作为观察点的话呢 它可以作为第一个30分钟书 然后呢 向上 好 走章的离开段 离开段呢 如果说后面回刺 回刺下来的话 先看前高 出不触碰 如果前高都不触碰的话呢 它是一个强势的 一个向上先端的延续 好 如果说回刺呢 破了前 跌破前高 不破前低 那么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中书 再期待向上 要么是向上走离开段 要么是属于 反弹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找卖点 好 这是一个 它的跟踪视角 这是华族科技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中矿资源 那么像中矿资源的一个 技术表达的话呢 它对应的 也是属于 二连百的股票 那么像中矿资源的话呢 它当前是属于不断的走出新高 走出历史新高 它是属于典型的 已经走 组成走趋势的一个剧情 只不走趋势的剧情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的跟踪视角是什么呢 当前的跟踪视角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好 一方面下方 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的趋势支撑线 第二个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小平台的再度突破 突破的话呢 那么后面的走法的话呢 好 一 顺势往上 但是呢 顺势往上呢 已经是属于前面经过这样的一个 经过这样的一轮上涨 震荡 二轮上涨 震荡 回次 三轮上涨 当前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加速的 加速的走法 加速走法的话呢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 从21到52 其实也是翻了一倍多 翻了一倍多过之后呢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一个 后面跟踪视角的话呢 用趋势的眼光去看 趋势眼光去看的话呢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 已经出现两年版 两年版功能 再往上的话呢 其实也是属于高速不成 好 但是呢 如果说震荡当中 回次不破 下方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好 我们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颜色的话 也说前面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以及下方的这样的趋势升线 如果说后面有震荡 或者是回落不破 那么沿着贴着均线的节点呢 是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新的观察点 去跟踪的 这是中况资源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而且呢 刚才咱们对比一下20厘米的 像刚 像这种它属于早上 秒板 然后的话呢 中间开板之后再回风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换手板 但是一旦输量 输量属于加速板的一个做法 那么大概的会有一架 好 这是中况资源 好 那么我们再看像干风礼业 好 那么像干风礼业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那么 它的一个 视角的今天是属于 涨停的一种状态 重新回归强势 而且呢 今天涨停的是涨停开板 再涨停再开板 属于换手放电换手板 放电换手板的话呢 一方面它前高没有突破 另一方面呢 它在历史的前高149.3 好 以及呢 它的次高点 对它来讲还是有所沉压 有所沉压的话呢 那么对于干风礼业 这类个股的一个走法的话 因为它今天 它并不是领涨板 而是一个跟涨板 所以说呢 对它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 是属于前面 好 回撤 这140年居然是个直升的节点 然后呢 震荡上 好 震荡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好 这是一个中枢回撤不破 给出买点反弹 又回撤不破前面低点 就是呢 300没有被破坏 再度走强 那么呢 当前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一个 中枢再期待呢 再相当走低开段 就是它突破前面这位置高点 是容易的 但是突破过之后 能不能延续 那么前高也是有这样的技术 承压 所以说呢 对于干风理业来讲的话呢 那么 在网上 同样的 谨慎 不易追高 如果说冲高过之后的话呢 如果说再进回落 那么之后的观察界点什么 中央的观察界点就是 前面 列出呢 在127块6毛5 作为一个最新平台的一个上演 最新中枢平台的一个上演 好 这是干风理业的一个技术表达 同时的话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从大的一个节奏点上面来讲 列出小阶段 我们可以把它的低点和低点 相连组成这样的趋势支撑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线的一个节点上 结合均线的视角呢 53 140层线都都排列 后面的话呢 看他能不能 哎 冲高之后 不易追 但是呢 冲高之后回落 只要说不破 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高开低走 大英镑或者是高位居正方居量 没有出现绿影天线 而是正常的一个调整 调整又不破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作为新的一个 边中的一个节点 这是干风理业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当前呢 他的一个获利比例的99.5% 是历史潜高 他是有承压 但是呢 压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 像国光电器 国光电器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 他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从 我们来看 像国光电器的话呢 他的一个走法是属于小级别平台突破 然后呢 历史潜高 他是有承压 当前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从更大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从20块0 20块03 这是一个压力平台 好 这个位置呢 是第二个压力平台 当前的话呢 在第二个压力平台 这个节点的话呢 他是已经价格已经靠近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像是上他最承压的 只不过呢 从下方来讲的话呢 上看 压力压力要看轻重 下看支撑支撑该强弱 例如说呢 在这个位置 从3块1 8毛1 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增长的平台 相当突破 突破过之后呢 只要回踩不破 对那都机会一点 那么当前的话 对于国光电器呢 这个节点 他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平台的突破 而且呢 这个平台 它的一个级别 幅度 时间 明显比上方的压力 这样的平台呢 更加的长 更加的长 更加持久 那么他的支撑作用也可以理解为更强 那么我们把西化一点 西化一点的话呢 例如说 从7块4的位置 做一个观察点 7块4做一个观察点 这是一个日线 日开的线段上 好 而后的话呢 好 对应的 它是属于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的 中枢 而后呢 当前走的是向上离开段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进行跟踪 好 这是国光电器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 作为日线级别的一个中枢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中枢上沿 可以看到什么位置呢 好 这是线段上 然后呢 对应的 可以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就是呢 它的级别是 日线的线段上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 好 日线的线段下 这是日线的一笔上 日线的 好 同样是新的线段下 用这个维度来进行看 把它作为日线级别的中枢 那么高中取低 那么对应的话呢 例如说像11块2毛9 一说呢 像国光电器的话呢 它只要说呢 一 当前是属于向上离开段的延续当中 好 这是一个视角 二的话呢 向上离开段走完回次不破 十 刚才那11块2毛9的位置呢 都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级别300 那么当前有没有走完呢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向上离开段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向上离开段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从我们来看 从8块5毛9作为根中点30分钟 好 30分钟的话呢 那么这是一个30分钟的一个大的一个线段上 它的一个中枢还不成立 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5分钟的 这是第一个5分钟的中枢 好 8块5毛9作为一个观察点 作为观察点的话呢 下方它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中枢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第二个5分钟的中枢 来去看 那么呢 那向上其实呢只要说稍有溢价 它就容易突破前面的高点13块1毛1 好 但是呢 向上一旦突破过之后呢 那么它的一个5分钟趋势上一旦完成 完成过的话呢 那么跟踪视角 一用小级别的5分钟上沿来进跟踪 如果说呢 冲高之后 如果说向上反弹力度比较强 回色不破 那么还有机会反弹 如果反弹的力度没有那么强 刚刚突破前面高点 但是呢又出现在了十字星 出现在了上影线 就是呢 那么它和前面呢 有被迟那么随时可以宣告了 5分钟的趋势上 可以结束 结束过之后呢 后面的跟踪视角呢 看它如果说走一个5分钟呢 还向下 结构不破 刚才刚才的日线的中枢上沿 那么对应的反而是机会点 当然了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呢 形成一个中枢延伸 也就是冲高回色 再冲高回色 始终不破 就是始终保持这样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区间之内 不断的进行延伸 延伸的话呢 升级为30分钟级别中枢 那么它有可能走新的向上离开段 那么新的向上离开段 那么它始于中枢延 就是日开的向上离开段 内部 逐渐30分钟枢再向上离开段 这是果光天气的一个跟踪视角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如果说从均线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 好 前面呢 我们来看 用均线的一个维度 咱们的中间的观察点是什么呢 中间的观察点 往往是五十三 上传140年均线 然后的话呢 MSD上0轴 量能有突破 有这样的公正 这是一个重要的 然后呢 贴着五军 贴着十三年均线 都是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个观察点 然后呢 在140年均线 作为一个原则止损位的一个参考 破了止损离场 主入 不破的话呢 可以去坚持 可以去把握 好 而且呢 强制上的延武军 那么这个位置呢 震荡 强制上挡过之后呢 这个位置走震荡 震荡的话呢 它是在武军上下徘徊 但是最终 十三年均线 守得住 好 这是国光天气的一个技术跟踪 所以说呢 用均线的维度来讲 下方坚守的是十三年均线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像西藏城头 好 那么西藏城头的一个技术 是不是他当前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走法 就是呢 哎 创出阶段性的新高 不断的给出新高 阶段新高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他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属于震荡上的一个节奏 列出呢 每 每走过一波 哎 单边沿着武军 现在爬升过之后呢 有个震荡平台 震荡平台 震荡平台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对应的 再往上 同样 如果一旦不能两百就是偏离武军 偏离武军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震荡 或者面临这样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虽然说它是延续趋势 用趋势的角度去跟踪 但是呢 尤其是连续冲高过之后 或者是冲过击掌周呢 也不宜去追 否则的话呢 如果说一旦赶在阶段性的这样的高点上 其实也是非常煎熬的 好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把它下方低高点和高点相连 好 我们把高点和高点相连的话呢 当前它再往上呢 其实已经面临这样的一个趋势压力线的 临近 好 所以说呢 向上不建议去追 这是西藏冲突 而且呢 我们再来看它今天 虽然是涨停的话呢 它的涨停开拔 然后再回风 好 这是西藏冲突的一个技术维度 那么跟踪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同样的 例如说呢 下方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小周期 来讲的话呢 例如说前面 这是一个可以把它作为在哪个中 书的 好 有接触 可以把它作为在哪个中书的一个延伸 那么这个可以作为第二个站的中书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呢 持续往上 才回事呢 连前面这个位置中书上延都不能触碰 同时的话呢 从趋势线的一个角度来讲 那么对应的 扑波趋势线 那么 因为这个维度呢 可以去把握 可以去跟踪西藏冲突 当然这样这个个股呢 肯定是 不建议去追的 因为呢 这类个股呢 强 那么今天是属于前面高标个股 或者是一些强势个股的机体的高潮 高潮之后就容易分化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三枚股份 三枚股份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那么好 那么它是属于前面涨停 手摆过之后呢 出现回射 单阳不破 然后的话呢 一样穿三线 回落下来呢 对应了 五军 贴五军 提前十三天军也都作为的 这样的一个观察点 或者作为买点去观察 那么今天是属于反暴涨停 那么从长周期来讲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长周期 它是始终受到一百十四年均限的压制 一百十四年均限压制 当前的话呢 价格占在一百十四年均限上方 而且 咱们前面讲的呢 如果说股价占上一百十四年均限 但是五十三均限还没有上传 那么它很容易出现 冲锅回落 如果说冲锅回落的节奏呢 始终不破一百十四年均限 五十三上传之后 再向上拐头 它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么当前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 斜向下的趋势线的一个突破 列送了 好 高点和高点相连 前面又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突破 又属于斜向下的趋势线的一个突破 趋势压的线的突破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有增浪或者回落 如果有大阴线的话呢 它反而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 低线的节点 不反暴 好 这是三枚股份 跟踪的一个事情的话 当前沿着均限进跟踪 强度上的沿五军 五军不不可持有 平内五军可减持 十三不不可低吸 好 因为出马的视角的话呢 当前上方有套劳出马 但套劳出相对的相对的 没有那么重 下方的话呢 有平台 以及了出马迷你区域 作为自身 下方自身还稍强 好 这是三枚股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永星材料 好 永星材料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一个基础表 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平台 再度突破 那么这个位置 值得留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我们重点去看它作为一个 大的一个平台 而再度突破 那么它的跟踪世界的话呢 重点跟踪这个平台 能不能坚守得住 能坚守得住的话呢 那么它就有机会呢 直去往上 那么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出现十字星 或者出现震荡 出现回落 只要不破 反而是存在短期的机会点 好 期待向上 如果说再回落 破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言 那么呢 又重新回归到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当中 或者回归到一个考验 再往上能不能给新高了 就是属于偏弱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上言 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来看 对应的列数呢 在67元的一个位置 就说接下来 它只要说回彩不破67 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平台突破 突破之后的一个回彩圈认 而且这个个股的话 我们来看 像前面的像四栏威 好 四栏威的话呢 前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我们来看 好 这个位置呢 它是以这样的跳空高开的一个方式 直接涨停 涨停的话呢 突破这样的平台 突破这样的平台的话呢 那么冲高回撤 但是始终只要说后面的做法呢 只要说始终不破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应的都是属于这样的机会点 好 那么当前呢 也是就是用这样同样视角 包括呢 类似的购物像多福多 好 前面的话呢 它也是 好 以涨停摆的方式突破的这样平台 那么涨停摆后面呢 直接连续出现什么呢 连续出现的是 好 十字星 小阴线 小阴星 但是呢 在那当中只要不破这样的平台 都可以作为机会点去看 如果破的话呢 就先阻弱嘛 好 这是永性材料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看向 蔚蓝 李鑫 好 蔚蓝李鑫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它当前是属于典型的走趋势 走组生 走加速的一种状态 那么呢 从马来讲的是上涨多风 均线的角度来讲 五十三一百四十多多排列 那么像这类个股呢 就是当前 它已经处在云端之上了 肯定 肯定是不建议 伤口去追的 但是呢 我们通过复盘的话呢 其实观察一个视角 什么视角呢 大家会发现 很多时候 对于很多类型的个股 就是呢 你如果说想买在底点 相对底位还没有 还没有拉伸呢 怎么办呢 如果说它的行业本身是有前景的 就所谓的潜伏 然而业绩是有支撑的 但是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有强大的耐心 只要说它趋势不坏 只有没有走弱 没有走坏 那么呢 有这个耐心 你想今天买 然后呢 立马就会出现 三连百五连百 或者出现 出现这样的 每天都在涨上的一个 强势快速的这种飞涨 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 如果说你想买在什么 想买在启动之前 想买在启动之前呢 往往找到什么 找到是 哎 有一个 从筹码的角度来讲 有个筹码集中度 不断的集中 然后呢 刚刚形成突破了一个节奏 好 这是一个从筹码的角度来讲 是筹码集中过重的 向上偏力筹码 然后 在启动的角度来讲 五十年上传 一百四十年均线 如果上传过之后的话 价格上传 然后呢 增浪不过一百四年再往上 好 量能 MIC都 都公正 好 那么这是一个 当然这是 启动点 这是咱们一再 一再讲到的这种 均线的一个拐连处 好 如果是量能 MIC同时配合 但是呢 像这个过程 那么它也中间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洗盘 有这样的增浪 那么坚守趋势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很多趋势过股呢 前面 直列 筑底 摩底 好 然后呢 形成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突破 突破过周呢 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带有洗盘 但是呢 越往上越容易加速 越往上越容易加速 有的呢 可能会感染而止 有的呢 在不断的加速当中 见顶 就是呢 在所谓的是 不断的加速当中 见顶 那么像 未 蓝理新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属于 好 由直列 然后呢 还长 还长过周的话呢 我们把图形放大一点 好 由还长 还长过周呢 在分歧当中 加速加速 不收呢 再进加速 好 这是 但是呢 用咱们均线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好 结合趋势线 它只要说呢 阶段性的增长调整当中 如果是短线来讲的话呢 接好就收 无所谓 如果从波段的角度来讲呢 破了十年均线反正站不上 你可以先规避 然后呢 平台再度突破 又作为做一个再的 再一个 现在一个观察点 好 正是如此的话呢 像维尔股份的话呢 其实当前咱们前面 在这两天调整的时候 就给他讲到 它是一个平台 视为平台突破之后的 就是呢 作为平台突破之后的回踩 回踩过程的时候不破 但是它是有机会上升反弹的 为什么呢 其实从 从九块钱到三百 就十块钱到三百 翻了三 翻了什么 翻了整整三十倍啊 三十多倍 但是呢 三十多倍的话呢 对应了 它阶段性的 每一个阶段性的平台 再度突破 它是又是一个新的观察点 后面可能如果主强 那是顺势而为 如果主弱的话呢 那是相当于 你能不能重新应对的问题 能不能及时避险的问题吧 好 那么这是 这是咱们今天的一个观察视角 好 那么以上的话呢 只作为技术巩固经验分析 不断买卖依据 那么虽有望成为 理念之方向的 新的龙头呢 那么首先 从二百的个股当中 例如说像 不管是华智科技也好 还是像中矿资源也好 就是呢 看它接下来晋级的情况 谁能够晋级成功 谁就是成为新的风向标 人的像干风离业的话 作为前面的像 像干风离业 天气离业 华有孤业 那么前面作为第一轮 那么现在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强势股的再度 回风 再度走强 走强的话呢 它可以作为干风离业 可以作为中军来去对待 好 那么像国光电气三美 它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提位部长的一个逻辑来对待 这要说有这样的回事 把握它的一个潜伏低息 我觉得是可以去考虑的 但是更多的话呢 技术的角度来讲 怎么样的一个上涨是健康的 是理性的 什么呢 回测的话呢 我们下方 S线均线 均线是不是有支撑有效 然后呢 筹码的话呢 是不是比下方脱离筹码 是不是稳定的 好 用它来进跟踪 那么对于 离电池方向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一看量 二看价 价的话呢 能不能不断的新高 能不能延伏均 量的话呢 能不能保持风向放量 这是一个层面 个股的话呢 看是不是有新的风向标不断的涌出 好 这种股性比较活跃 然后呢 趋势的角度 用趋势的维度去跟踪 当然了 并不是建议大家去追啊 而说呢 我们要复盘的一个视角而已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